花蓮最近出现有卖消防设备的厂商主动联系商家或民宿业者说要上门协助消防安检 其实是要更换灭火器干粉 一只居然要价900块钱 比买一只全新的灭火器还要贵 有店家一不小心就上当了 民宿业者电话一接起来 没想到却是要他更换灭火器的干粉 才刚刚被消防公司还有消防队做完检测 然后我也都在年初的事应该就已经算有重关过 或是他检查过了 怎么会忽然间又打来 业者直觉怪怪的 年初才刚刚消防安检通过 怎么又有消防公司找上门 而且不管是买新的灭火器 或是更换灭火器的干粉 金额都贵得吓人 是900元 900元这么贵 是可以买一只新的 超过一只新的价钱 这一只新的要多少钱 这一只新的大概在750到800元之间而已 重关这么贵 还有人会 因为就是被骗的 对 还是有人被骗的 你如果是灌本末的话 正常来讲就是差不多400元左右 担心有人受骗上当 民宿业者好心将讯息给PO上了群组 没想到已经有人成了冤大头 接到自称是消防公司员工的电话 说是道府服务 更换灭火器干粉 目前我们公司有接到就是业者方便询问的电话 那目前就是我们都会跟业者反应说 那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嗯 那他大概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反应有几通 我们目前接到有业者电话反应大概有8通左右 实际向合法的消防设备公司询问 业者也是一头雾水 怀疑有不肖消防业者想要骗民众不懂 借机赚黑心钱 消防局也提醒民众 碰上这样的状况 先跟合作的消防公司确认 同时也查询平身的使用期限 是否到期 新品出厂三年就得更换 提醒民众 小心再小心 避免受骗上当 成了冤大头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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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